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大家相互有个鼓励 好人跟好人在一起会相互帮助的呀 你也根本看不起人家 觉得人家都修得不好 你在家里再修下去嘛 肯定不修了呀 就这么简单了 你大家在一起你还会修修 等到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你肯定不修了呀 结束了 你再过一段时间嘛 Goodbye了 没关系的 自己自己作念嘛 自己瘦了 台长告诉你 我很多看到太多的报应了 很多人报应来的时候才找我 我根本 我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他讲话的 有什么好讲的 人就是这样的 自作自受 典型的自作自受听不懂啊 好了 好好努力吧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自己慢慢会颓废的 我不骗你的 一个人 一个人不能坚持学佛 不能坚持自己的正义感 不能坚持自己的理念 这种人我告诉你 哎 没有一件事情做得成功的 就这么简单 你说说看 你一辈子你做成几件事情了 就你这种个性 你告诉我 你做成几件事情了 你自己想一想 我们就知道了 好了 好好在家修吧 明白了吗 我没叫你去 反正你自己好好修 修到你修不成了 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觉得修得成 你就继续这么修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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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会我会 不要讲了 错了就要承认 做错事情就要承认 要改 这叫修 否则在家里干嘛 我告诉你 等到有灾难 有灾难的时候 叫人家帮忙 谁帮你啊 你看看现在公修会 很多人 家里一个有难 大家都在帮忙 我问你 你现在离开大家 你以后家里有事情 谁帮你念小房子 就这么简单 你不肯付出 不肯帮大家 觉得大家讨厌 觉得大家没有修好 所以你也不去 跟大家在一起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有事谁来帮你 很简单道理啊 我没好好离国 然后我会回去啊 对了 这才叫好 要跟大家讲 师父跟我讲了 离不开众生的 因为他们一直在鼓励我 一直在 真的没出息 真的没出息 真的是 对不起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 因为我的磨刷很重 很重 大家都在这么帮你 大家都在好人 你好 你要出事的 我跟你讲 或者我去到那边 那边就出事 那天我一离开 我一开会 他们一讲我的东西 我也觉得挺好 我不舒服 我想离开 我一离开 你一离开就出事 你在里边还好一点了 你慢慢去搞好了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世界上很多事情 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你好好忏悔吧 我告诉你 这两天回到家 自己告诉你 一直有内疚感 大家帮了你多少啊 你对人家还这样 我告诉你 这就是像人一样 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 死的时候 都会像你现在这么难过 与其死的时候 才对不起别人 还不如现在 马上就好好地忏悔了 做错了就改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观世音菩萨 我告诉你 一个人不好好修的人 真的害死自己的 现在明白了吗 我一定好好改 好好改去跟大家讲 对不起大家 说的不好 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我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好努力吧 我会努力一点 你我都不该 我告诉你 你这回内疚的 因为欠人家很多 大家都把你当 当自己亲人一样 对你这么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好了 今天也是 好了 再见啊 大家都看到了吧 做人有时候 不要去欠人家的 我都不认识的